我三昇 這個影片帶你來看看 2023年樂高和Land Rover推出的新合組 10317經典越野車 Classic Defender 90 後面我也會和上一台科技系列的 42110 Land Rover Defender 一起來比較一下 開始之前先分享一下達成人生成就的喜悅 我終於拿到了台灣樂高官方的贊助 現在我是樂高車車大富翁 嗚呼 這邊也幫忙分享一下 4月28到5月1號 在台北新光3月A11松壽路大門 有台灣樂高舉辦的玩樂關頭快閃活動 完成挑戰可以得到樂高駕照 精美貼紙 聽闖關卡到指定店家消費 還會額外贈送經典小紅車一台 如果在台北了歡迎來玩 如果不在台北了 那就歡迎來台北玩 這次屬於iCon系列 總共2336片 盒子外觀一看就知道是賣給大人的 適合年齡也確實是屬於18禁 上方是車子的側照 盒子側面也值得一看 是把配件整齊排列 以及車子正上方看的樣貌 超可愛 另一邊則是車子的側後方 超級帥 背面有實車的照片 合組完成的尺寸 各種小配件 以及這台車可以拼成其他另外兩種樣貌 零件總共分為15個大步驟 以及額外一塊板子和輪胎 說明書有用紙板保護 白色封面我實在還是看不太習慣 不過封底這樣就很適合 先來看看說明書的內容 打開又是都市傳說一般的紙袋包裝 以及其他地方VIP會員系統的介紹 再來是說 總有一天我會打造一台Land Rover 那天就是今天 一個值得信賴且引領冒險的旅行者 它是強壯力量的象徵 也是令人懷念的收藏品 最初在二戰後的英國 建造了堅固可靠的農業工具車 多才多藝的Land Rover 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受認可 和被渴望擁有的品牌之一 在75年的時間裡 Land Rover的車型隨著創新技術和設計不斷演進 然而原始手工建造和機械構造的魅力 在每一代新車中都依然能夠感受到 最顯著的就是在Land Rover的Defender系列之中 翻頁後是三台系列車款的合照 再來是簡單介紹了過去75年Defender系列 從1948年有著農夫的好朋友稱號的Series 1 50年代的Series 2 一直到2020年的款式 這邊我就不一台一台細說了 時間軸的最後則是2023年的樂高版本 以及下方有來自設計師的話和他的照片 他說我們非常榮敬與Land Rover合作 推出這款合組 每一輛Defender都有自己的故事個性 激發出每個人對冒險的渴望 這是一款終極實用的車 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 無論是沙漠、山區、城市高速公路 還是鄉村小道 這個合組代表了在1983年至2016年期間 推出的多款Land Rover經典Defender90車型 附有各種配件和設備 為了捕捉Defender的多功能性 就像當訂購限時版本的時候一樣 外部和內部功能都有設多個選項 所以系好安全帶享受旅程榜 歡迎加入Lego Land Rover家族 然後就開始拼裝啦 首先第一包要拼的是V8引擎 還有各種工具和配件 2到11包是車子的主體 12到15包則是更多配件 會先拼的是黃色的千金頂 而且這邊機關是可以上下移動的 再來的V8引擎設計很可愛 上面用了好幾根黑色香腸 再來是十字鎬、鏟子、錘子和斧頭 還有兩塊脫困版 說明書還有出現提示說 你知道嗎 脫困版最初是為了在泥泞地面上 建造跑道而設計的 然後是兩個德國桶 上面這幾個三角形零件 因為只用一點固定 所以要小心調整角度 孔的地方巧妙的用了一個溜冰鞋零件 再來是紅色工具箱 開關的構造跟真的工具箱一樣 雖然沒幾片零件 不過設計很聰明 裡面也會附許多小工具 接著就要從底盤開始拼車子了 會用到許多科技系列的零件 還有很多科技核組會用到的避震零件 上一組42110 Defender也是用這個 然後是放上傳動軸 這邊固定避震的地方很療癒 卡上去之後 這塊有個三個洞的 就可以轉90度下來 再來就慢慢開始出現車身的綠色零件了 放上拖車勾之後 第一塊印刷磚登場 是全新設計的橢圓形Land Rover Logo 再來就是放上車頭的一整塊 這有個很天才的東西 要先裝上兩個不知道想表達什麼的紅色零件 待會會告訴你為什麼這很天才 裝上去之後再用科技零件加強固定 然後是兩塊齒輪 說明書有提示說 這是為了讓玩家可以自行決定要左架還右架 然後是連接傳動軸的零件 以及儀表板印刷小磚 整塊放上去之後 就要把傳動軸的科技零件拼上 再來裝上油門、煞車和離合器 接著是排檔桿 說明書出現提示說 第二個排檔桿 是為了模仿四輪驅動和差速器鎖定功能 可供你在崎嶇的地形駕駛使用 再來這個小細節很可愛 是放一個杯子 說明書還有說別忘了帶杯咖啡 好在叢林和沙漠保持清醒 這區塊也是和手煞車連在一起的 然後就要放上座椅和方向盤 接著中控台貼紙出現 上面印的是音響和冷氣控制鈕 非常有90年代的感覺 副駕駛座前面則是會擺上電話零件 內裝差不多之後就要開始拚外面了 車燈用了三塊透明零件看起來非常棒 到這邊已經有越來越完整的車子的感覺 再來就是裝上車門 還有引擎蓋周圍 也要安裝擋風玻璃 左右側邊A柱各有一張貼紙 後視鏡也用了透明零件 再來是出現在車屁股的Land Rover印刷磚 然後就是拚車子的後半部 後車廂的門有用到可動零件 車身主要就是這樣 拚好一塊一塊再放上來 然後就是內部了 這邊拚座椅的時候 說明書提示說這個咖啡色 在樂高官方的代碼是E38 但是樂高設計師們都以Wet Sand 也就是濕搭搭的沙子來稱呼 這區塊放上車子之後 也同樣要用科技零件固定 然後是把座椅完成 再來是後視鏡貼紙固定在屋頂上 這個車頂其實有用到很多大片透明零件 不過幾乎都被蓋起來了 然後是各種透明窗戶零件 拚完之後先跟車頂固定在一起 接著才放上車輛 外觀差不多之後 就要來拚比較複雜的部分了 繼續用到各種科技零件 除了要跟避震拚在一起 還要卡上圓球零件固定 這邊真的是要細心一點 不然科技零件拚錯的話不太好拆 裝上一堆奇形怪狀 根本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幹嘛的科技零件之後 就會得到一大塊傳動軸了 也和前面步驟差不多 都是各種圓球零件固定 說明書有提示說 懸吊系統的設計和結構 盡可能模仿現實的樣貌 然後就是每次拚車子 我覺得最有感的步驟 輪子 不過稍微可惜的是 這個輪框並不是全新設計 之前有出現在很多車輛過 但這個零件是第一次做成這個綠色 裝好四個輪子之後 說明書出現了一個補充 Classic Defender 90 這個名稱是由於車輪輪距是90英吋 到這邊就要移除掉兩塊意義不明的紅色零件 原來這個設計只是讓你前面拼的時候 不要像敲敲板一樣動來動去 而且拆下來之後 馬上就要拼成滅火器裝在車子後方 真天才 上面有個小印刷磚跟儀表板相同 接著裝上引擎蓋裡的齒輪 還有新設計的葉子板零件 然後放上車牌 有提供兩種樣式可以選擇 再來就是很酷的引擎 還會用到一條紅色橡皮筋 看起來效果超好 另外還用了一個鞭子零件和旋轉片 整個完成之後長這樣 說明書還有提示說 兩款樂高引擎都盡量複製了真實引擎的細節 再來就是要放進引擎室了 同時也要裝上支撐引擎蓋的桿子 說明書到這邊出現了一頁 讓你選擇所要拼的樣式 我所拼的是預設的款式 也就是盒子封面的探險模式 這裡也有介紹一下剛拼的兩款引擎 分別是柴油引擎和V8引擎 還有展示另外兩款拼好的樣貌 主要差別就是沒有那些配件 還有引擎蓋和一些小細節長的不一樣 然後登場的是車頭最前面的Defender字樣 很可惜是兩張貼紙 並不是硬上去的 再來是引擎蓋上的備用輪胎 裝上引擎蓋之後 其實車子本體就完工了 再來如果選擇探險模式的外型 就要裝車頂的架子 使用到的也就是非常大量的科技零件 這大概是整組唯一比較無趣 比較重複步驟的地方 不過幸好不算太多 安裝好車頂的架子之後 再來是左右兩側的 只用科技零件固定在底盤上 再來是安裝好車身側邊的排氣管 然後就要開始拼車頭的配件 會先用到一條繩子 這個節要打漂亮 真的是非常考驗小肌肉精細動作 整塊裝上去之後 整個霸氣十足 最後就是車頂上的Lilycoco擺上去 相當有趣的是還附了繩子 讓你可以把這些東西真正固定好 這次我一開始看盒子封面 並沒有注意到 有點意外又覺得很聰明 很用心的小細節 整組完成之後 長度大約32公分 寬度和高度大約16公分 比例大概是實車的1 2分之1 由於真車原本就方方正正的 實在很適合用樂高來呈現 如果不是上面有這些小凸點 乍看甚至根本不會覺得是樂高做的 外觀用的這個打字機率 我覺得非常棒 實在太適合這款車了 也對於想要還原90年代的感覺很加分 搭配咖啡色座椅 內裝和這個顏色也超搭 擺上這些Lilycoco的東西 整個看起來就是超MAN超野門 前面的繩索是可以拉出來的 並且能透過旁邊的紅色旋鈕收回 前輪是可以跟著方向盤旋轉的 拜避震零件所賜 車子用力壓的話可以這樣端端 兩個車門和後車廂是可以開關的 不過如果是拼冒險模式 由於滅火器和備用輪胎的關係 後車廂能開的角度就比較小了 引擎蓋可以這樣打開撐住 看起來很有感覺 有個我覺得最棒的小季節 也是後面排氣管這個角度 很準確還原了實車的樣子 還有加油孔上用了拱門零件 也是我覺得很棒的應用 車頂的架子 因為只有用6個點固定住 所以其實還算可以方便移除 拿起來之後才能比較容易看到 剛剛有提到的透明零件 車頂這塊露出一點點的透明零件 也跟真車非常像 這塊車頂的固定方式 類似街景系列的每一層那樣 是可以很方便移除的 可以輕鬆變成敞篷模式 翻過來看看底盤 雖然平常比較不會看到 但其實這也是非常用心設計的地方 整個懸吊系統看起來真的又合理又真實 動起來也很酷 和2019年的42110比起來 整個尺寸小了一圈 我個人是覺得有紅色的工具箱 和黃色的千金頂作為點綴 配色上新的這台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而且雖然有用到不少科技零件 但畢竟不是真正的科技系列 外觀平滑很多 有一種更小而精緻的感覺 當然這也算是個人喜好問題 我覺得科技系列看起來就是更硬派一點 Land Rover的LOGO 改成的印刷磚也算是非常加分的細節 不過兩台車頭的Defender都是巨大貼紙 一樣有點可惜 比起科技系列的大車 這組尺寸不算太大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應該更容易展示或收納 拆掉零件的話 看起來是更優雅一點 唯二缺點 第一就是很貴 如果少掉Lilycoco的配件們 應該可以讓價格降低一點 不過有些人也許就會覺得 看起來會相對無聊一些些 Dear是前方的Defender字樣 並不是印刷的 真的很可惜 除了這兩點之外 我覺得這組真的設計很不錯 真車的方正線條 用樂高來呈現真的很棒 細節夠多也非常準確還原實車 就連底盤也都是精心設計的 誠意十足 喜歡Land Rover Defender這台車的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 Land Rover ост說 Land Rover Corp